今天是要來拆海域 現在才9點半 忽然間超暴動 陽明山的美軍就宿舍 庫外感覺超讚的 還可以自備帳篷 完全就是一個非常的chill 哈囉大家好我是Irene媽祖 我現在人在陽明山 沒錯今天是要來拆海域 為了海域我5點半就起床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陽明山假日有管制 管制時間是8點開始 結果我們到現場發現 8點是平日 8點好像是花季的平日吧 然後假日今天是7點 所以我們還是繞了遠路 但是我覺得正規路線跟遠路 是差不多 好像差了十幾分鐘吧 對 我們現在就是準時8點到了竹子湖這邊 我們來拆海域 然後現在就是都沒有人 這邊有一個地圖 可以看到它有分頂湖跟下湖 網路上的人說頂湖海域會比較沒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來頂湖 它有非常多個海域花田 每個進去都要門票 所以你可以先上網查 或是來這邊現場看 我想要去的明陽還有財福花田 他們都比較晚開 他們好像都9點跟下午1點才開 目前來看的話好像 我先上網做工後 目前來看好像只有大賞園 7點半開比較早 但是大賞園 我去年來看過繡球花 就有點不想去同樣的花園 所以我們就是現在沿著頂湖 這邊走一圈 看哪個花園有營業我們就進去 我想去的海域是那間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女生 有一個網美的點 但網路上說它好像9點才開 下去看看 我最想去這裡 聽說採海域的話 它有分兩種 一種是乾的 海域一種是濕的 濕的話就是要穿青花妝走下去 那種的話我還沒有認真採過 感覺可以體驗一下 不知道這樣會有賣點嗎 好像會有點好笑的感覺 等一下今天結束 可能還會去晴天岡 或是去美軍什麼 總部那邊去吃個飯 這就是一個很free的行程 在我身後這個就是小遊坑 也是大家推薦來頂湖拍海域的重要一點之一 可以拍到滿滿的海域 還有搭配這個鮮鮮的小遊坑 後面這邊是大賞園 是我去年拍秀球花有來這邊拍 所以我想要拍不一樣的 這邊的海域也長得非常美 非常推薦 然後它的地算是滿大 而且現在目前看過去這一區的話 大賞園這邊的海域是最多的 所以也是滿推薦你們來這邊的 我覺得這邊拍起來滿大 因為它的地滿廣的 然後也可以拍到後面的小遊坑 發現這個好可愛喔 不知道是什麼耶 它還有不一樣 我去照前面的給你們看 你看這邊也有不一樣的 好可愛喔 感覺少QR Code就可以知道 但是我不想騷 你們可以上網找一下 太懶惰的YouTuber了 青蛙耶 刮刮刮刮刮 很可愛耶 怎麼每一個都有不一樣的石頭 這個是在水上的一個扶養生物 大家不要覺得它是地 你看 大家不要覺得它是地 就踩下去喔 還是只有我會種白癡 太陽出來啦 給你們看一下 天氣超好的 但是你看喔 這邊海域都沒有長出來 然後這邊有一點點 然後最後面就是剛剛一開始提到大賞園 那邊是花最多的 選方的是小遊坑 超級的鮮 這樣搭配 我們走了一圈 決定還是要來等這個 明陽埔的這個海域花田 我還是比較想拍這邊 現在是第一組客人 等待九點 然後現在已經九點十分了 再等一下子好了 太陽今天出來有點要死亡頂光的感覺 再等一下子 晚沙眼各位有沒有看到後面 超超超超多人排隊 我們超白癡 我們剛剛排的是後門 我們一直以為是第一組 結果老闆來了 才說那邊不是路口處 我們就在走一圈 就發現超多人 我們去年從第一名排到現在第十名 而且這個就是我們來的明陽埔 它其實圓區不夠大 就滿小的 所以不知道進去還可不可以拍照 有點擔心 就是要人幾人 好煩喔 我們都是第一組耶 每次都搞這種烏龍 這邊的門票是150的 然後它可以折定飲料 或是換花 你決定要換花了 一張150可以換6支 我們決定吃過它 因為他說他不想喝飲料 我們就決定要換 滿滿的應該12支吧 我們現在就排隊 那另外這邊也可以摘 海骨 今天穿白鞋我怕髒掉 所以我們就決定還是就是 直接換花開一張 拿到了這樣是12支海浴 好像沒有想像中的地方 我們要直奔小木了 因為我們剛才真的太白癡了 我們從第一名變到最後一名 走吧 一般小木屋 小木屋有點遠耶 再來排隊給你們看人潮 現在才9點半 忽然已經超超超超爆多 感覺應該要等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 好崩潰 其實有點後悔 但都已經進來了 就等一下吧 小木屋 左邊這邊是拍照 右邊這邊就是採花的區域 這邊就是自己採 這邊是乾採 不用穿青花妝 可是下過雨的地 可能會有點凝凝 所以穿白鞋還是要注意一點 因為我不想要鞋子用髒 所以我們就對換卷 150的直接換花 拍完了 雖然我就是厚臉皮 但是我覺得尺度太高 我們看一下後面的人 超尷尬的 然後我就拍 他就一直說 很可愛很Q 沒有人應該想說 太豬豬了吧 而且重點是 還有新聞記者 所以我可能會上新聞 好尷尬喔 他們一直慫恿我接受採訪 太尷尬了 接受採訪可以啦 好吧我現在心跳很快 我們現在去拍別的 好我們拍別的 我發現小木屋背後這邊也很好拍喔 重點是沒有人 所以剛剛這邊拍出很漂亮的景 他的海域很滿 雖然人很多 可是很滿 就是你可以利用錯位 拍到一些很漂亮很滿的角度 後面這邊 上秋千也是滿鮮的 但是我有點累了 就是心累 所以我們等一下應該會前往晴天港 我本來想說 快要正中午很晒 但因為我們就是有現成的花 你知道小資的部分 歐巴桑的心態 想說還是帶著花去晴天港以下 而且我們早上有多買一些 麵包去那邊野餐 希望不要被曬黑 那我們等一等見 我們要回去了非常貼心還有包花的服務 這邊有說海域可以保存五到七天 所以我們花了門票錢又有海域還可以拿回家擺很讚 整個頂湖它就是這樣整個一大區 花園都集中在這邊 所以如果你沒有在做功課的話也可以 你就是隨便走走 看到哪一間花園好看就直接進去 它整個區域也沒有到很大 所以我覺得 你可以來這邊就是全部走一圈 再選擇你要哪一間 今天海域季好像是3月18到4月中 我們今天是在非常一開始的時候就來 今天好像是3月18還是19 反正就是我們在非常一開始的季節就來 如果你是比較尾端一點的話 比如說海域中後期來的話 你就可以非常幸運 同時看到海域 也可以同時看到繡球花 就是一網打盡 所以我們最後放進去晴天港 因為實在是蠻累的心累 我們現在就是跑到美軍 這是哪裡要看一下 陽明山的美軍有宿舍 就這邊是一區美式的好像應該是真的 舊的建築 在這一區非常美式富 我們要有非常多餐廳 因為非常想吃漢堡 所以我們就找一間凱莉餐廳 我們非常的幸運就入座了 可是因為這邊停車場太難停 我們就找一個停車場一百五的 但我覺得還好還行 這邊的話就是一個美式富士的感覺 超酷的 然後我們才玩的話 就會讓我們盡早壁走走 然後每個區域都非常好拍 因為在那邊連走邊散步 反正我們停車都花了一百五 所以我們可以停車一遍 我們看看 紅包造型他又出來 好 那我們就看囉 先吃飯 這邊真的超美的耶 到處都超好拍 這邊真的超美的耶 可以在那邊逛很久喔 平均的房子到處都是這種 復古的紅白配色 坐戶外感覺超讚的 還可以自備帳篷 完全就是一個非常的chill 非常推薦家庭來這邊吃飯耶 出油所有寵闡 空翼 搭椅衛浜 端的總衛 忘記了 你看到草莉媽 不用進去用餐 然後這隻它好奇怪喔 它是在那邊等著跟人家拍照 太好笑了吧 裡面是一個雕像 它都不會動 沒想到這邊還有Starbuck 而且這邊超級的美 它一樣也就是美式鋪骨風的感覺 白芳芷 然後還有樹木 更棒的是這邊 超爆多人 我覺得這邊它比較靠近外面 所以這邊人潮很多 我們剛才用餐的海力餐廳那一區 人潮就少非常的高 這邊比較輕有一點 這邊是有點超閒情 但是還是很棒 非常多的 我已經來拍照 發現星巴克外面這邊 居然是一棵楓葉 而且超大的 太扯了吧 感覺秋天可以來這邊 今天的陽明山一日遊之旅 都在這邊跟你們要說掰掰囉 我覺得美軍舊宿舍這邊 真的是非常的推很棒 人潮比我想像中的早 就是滿悠閒 你們可以看到剛剛就是有拍一些 Gay by的影片 非常好拍 復古真的很讚 餐廳的話 剛才吃那間蠻好吃的 比我們想像中的景觀餐廳 還要再好吃一點 我覺得還蠻推的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 訂閱留言還有分享 那想要看更多海域的照片的話 可以到我的IG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